本期节目相较于前两期内容更为复杂,请大家先把保护打在公屏上,谢谢。 我们仅跟上一期的节目梳理时间线,郑爽为代孕事件做出了危机公关,发布了一条声明,声明如下。 这是我非常伤心和私密的事情,本不愿意在大家面前多说,但是事已至此被别有用心的一步一步曝光,想了很久,本不想占用公共资源的我不得不做出回应。 中美两国的律师团队从前年开始就未从放弃过维护我和我家人的合法权益,也没有放弃过与对方沟通调解,但在中国的法律程序中,我们屡屡拒绝以曝光隐私的勒索。 在美国的法律程序中,我也率先维权,身为艺人我深知我国疫情的防控与重视,在中国国土之上我没有违背国家的指示,在境外我也更尊重一切法律法规。 如果一切未重视的信息要我来公开解释,这是我最真诚的回答。 看到这里,不知小伙伴们做何感想,这应该是危机公关史上最差劲的一次操作。 我们可以逐句分析郑小姐言词里透露的意思。 这一句话我们来翻译一下,这个事本来是我的私事,我就不想跟你们说,公共资源毕竟宝贵,可既然被爆出来了,那我也不得不做出回应,这个是正常的。 毕竟别说是艺人,就算是普通人,见不得人的事也不想被别人看到嘛。 还有,他们曝光我的事,就是别有用心动机不成的,你们不要中了他们的套路。 但是,东郭想说,你郑爽是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勾当吗? 你是不是觉得,对不起,我不说,你们就不知道呢? 你们不知道,这事就没有呢? 这句话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一直在合法的维权,坚决不与一切企图勒索我的人妥协,不管是在中国还是美国怎样的司法体系,勒索我,曝光我,我都不怕。 他们是在勒索未遂的情况下,撕破脸皮,曝光我的私事。 我们这里话重点,众爽维护的合法权益是什么?是被勒索。 可自己代孕违法吗?对不起,我不说,你们不知道,这事等于没有。 这句话可不可以理解为,对于两个孩子回国,我不签字这个事情,是因为我坚决响应了国家防疫号召,不是我不想签。 最后一句话更好理解,对于网上那未经证实的音频视频,我话就这么多。 于是对于郑爽的回应,毛友普遍反应是我看了个寂寞,他回应了个寂寞,这根本就没有直接回应代孕弃子的话题,反而避重就轻,把矛头指向了张家企图勒索的事情上。 对于网络上对这次代孕的话题,郑爽可谓是只字未提,而搞笑的是,依旧有所谓郑爽的铁粉,表示支持郑爽,要他坚强好好的活着。 好吧,我还是不评论铁粉的行为了,我就问我自己有没有这样的铁粉,可现实是我面对最多的支持我的话,就是东锅放心飞,有事自己背。 那郑爽为什么回应了这么一篇,可以说什么都不认,却又想表达自己是被勒索的受害者的文章呢? 首先我们应该了解的一点,就是出事了,首先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这一招,在郑爽手上用了不止一次,而且屡是不爽。 张汉胡彦斌等郑爽的前任被郑爽这一手整的是苦不堪言。 郑爽出事之后,包装一下自己的受害者人设,然后煽动自己的粉丝去攻击他想要攻击的人。 可以说,郑爽在利用粉丝方面,经验很是朗道,现在的郑爽是在用自己谨慎的发言权,搏一把,企图把矛盾引向张宏也是勒索犯罪者之上面。 请注意,在郑爽的回应中,他认为张宏是勒索犯,但是代孕是没有问题的,因此自己代孕就是没有问题的。 有问题的仅仅是勒索这个犯罪行为上。 有人说为什么我们只骂郑爽不骂张宏,你要知道张宏固然可恨,也该口诛笔伐,而且我们也控诉了张宏代孕的违法行为。 但是,与此相对的,郑爽作为比张宏更知名的话题制造机,比张宏承受更多的火力,这种现象也是可以解释得通的。 那当然,两个人没有一个好东西,都该遭受审判。 被所谓铁粉惯坏了的郑爽这一次触碰的是法律与伦理的双重底线。 所以,至北京时间2021年1月19日,有网友发现,郑爽删除了自己代言的普拉达的动态。 此前,他还将这条动态置顶。 除此之外,郑爽还把动态131条删除至97条。 据悉,自1月18日张宏发文开始,郑爽隐婚代孕仪式不断发酵。 代言的普拉达官方删除了品牌话题下郑爽的单人博。 代言万表品牌罗拉玫瑰官方也删除了有关郑爽的一切内容。 曾拍摄过杂志、时尚巴刹和周末画报的官博也删除了郑爽的封面内容。 目前,郑爽正在清空关注列表,关注列表里面也只剩下了他父亲。 郑爽的事情被曝光后被外媒的WWD报道,标题为 因品牌大使涉嫌儿童纠纷Prada在中国遭受抨击。 也就是说,这次郑爽正要陷入一个四面楚歌的境地。 有后台爆料显示,郑爽一日登入40次观看事件走向,却不敢及时做出回应。 我想此时此刻,虽然郑爽面上是控诉张恒勒索之类,看似是理直气壮,但私下郑爽应该慌了。 毕竟别的不说,这次可是上了官方的法治节目。 1月19日晚,郑爽即中午发布第一条回应之后,发布了第二条回应。 由于太长我就不念了。 我们简单概括一下,郑爽的回应大概有以下几个意思。 1.我没有用任何公关团队。 2.我没有逃避我所面对的问题,所以我在第一时间跳出来否定这些证据。 3.是张恒出轨了。 4.对于张恒的问题,我一直采用冷处理的方式,可是没用。 事情突变的速度越来越快,我马上回国处理。 5.张恒的爸妈知道孩子做错了,来向我们家道歉。 从深夜聊到凌晨,我在精神崩溃,情绪不稳定之中说出了那些话。 没想到这次谈话却被张恒家偷偷录了音。 6.爸妈心疼我,甚至我爸想给钱了事,可我父母并不发言,因为每次发言都能成为别人的话柄。 7.张恒卷光了我的钱。 8.我现在很无助。 8.这又是一波伪装成受害者的操作。 正当我在四处考察郑爽回应的真实性的时候,郑爽紧跟着来了一个补充回应。 我的理解是,他想说他为什么这么有钱,能跟张恒有着两千万的官司打,因为他自己经营自己。 为什么回应呢?是因为看到了热搜。 对于他未公开的隐私,他只能表示抱歉。 又是一波卖惨言论。 各位,我们看待郑爽的三篇回应,你们发现了什么问题没有? 对,他始终没有解释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孩子究竟从哪里来? 郑爽可能不知道代孕的事情才是群众对于这件事情最关注的点。 或许郑爽是知道的,所以他才拿出了跟张恒没有人关心的财务问题来转移注意力。 事实证明没有人关心这一套。 正当吃瓜群众在讨论郑爽这英语积番作文究竟该如何阅读的时候,爱女心切的郑爽霸杀入战场。 一纸博文控诉张恒说了一堆,其实也就几句话能概括。 那就是垃圾张恒,全家垃圾,讹诈我家,辱我们庭。 为钱追女,分手牟利,对爽不忠,断章取义,莫听他言,纯属放屁。 结尾,郑爽霸总算是说我们家是负责任的,一定会对两个孩子负责任。 最后下方配上了双方两千万官司的判决书,但是请各位注意,对于孩子如何而来这个大众共同的疑问,郑爽霸只字未提。 而此时另一个关键人物入局,那就是张恒的某位朋友。 这位朋友着实有些激动,虽然他第一时间删除了博文,可依旧被手快的网友结下了图。 而此刻,我们对比这位朋友与郑爽霸他们发布的法院通稿,我瞬间含毛倒立。 郑爽一家很有可能背负着一个见不得光的惊天阴谋,张恒很有可能掉入了一个精心设置的甜蜜陷阱之中。 首先声明以下观点是我翻阅各方资料总结得出的结论。 这里面有着郑爽方与张恒方公布的材料与博文,仅仅只是一种推论,不存在为任何人洗地一说,这一切的推论我会用相关的材料加以辅证。 首先根据这位朋友的说法,张恒以前是在一家机器人公司上班,也就是有稳定的工作。 郑爽相约张恒一起出来创业,从原来的单位离职,由于是热恋关系,张恒照做了。 这时候很有可能郑爽已经开始挖坑,他向张恒提出了借给他2000万的主意。 这就是法院判决书说的11月16日至17日,双方在微信上讨论涉案2000万的具体事宜。 郑爽问,还有我说的你考虑好了没有?张恒回答,你说的是2000万的事情吗? 我觉得有点奇怪,我同意和你站在一个立场,只拿一块钱,其实无所谓。 面对张恒的质疑,郑爽很有可能是采取了拢处理的方式,利用了恋爱中对方的感情撑了张恒一个晚上,于是第二天张恒捧不住了,女朋友不理自己,于是才有了这句2000我借了,你别不理我。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句,你说的条件我都接受,听起来也就一年长度的样子,我成长不起来其实也配不上你。 如果东郭我没猜错的话,郑爽要借着2000万的说辞,一定与成长这两个字有关。 很有可能说张恒不够成熟稳重,于是借给他2000万,支持他创业,每月还款让他历练。 而且很有可能说现在的张恒没有给他安全感,所以为了稳住郑爽,张恒才会说出,你知道借这钱跟不借钱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吗?责任之类的说辞。 而郑爽就这样利用了张恒对于自己的爱,完成了整个恋爱陷阱的第一步,逼张恒辞职,向自己借钱。 紧接着这个钱如何分配,这就是我为何说这2000万是个陷阱的关键之处。 张恒在这2000万到手之后并没有投入他与郑爽合开的公司,而是拿出了一部分,用在了郑爽以及郑爽父母的开销上,另一部分用在了郑爽自己创立的品牌滑销上。 还有剩下的钱也没有用,分别投进了理财与股票,也就是没有郑爽所谓的携款私逃,这仅仅是一个正常的投资。 就这样直到双方感情破裂到了最后收网的时候,于是郑爽便开始索要他硬借给张恒的2000万。 可是这笔钱其实大部分并没有动,以及一部分用在了郑爽全家身上。 现在就是说郑爽向张恒讨要,郑爽借给张恒,却花在郑爽身上的2000万,也就是除去股票理财投入的1000万能马上还给郑爽,还要再还1000万给郑爽。 加上之前花在郑爽全家的1000万,这一波操作,郑爽里外里能获得3000万。 而分开之后的张恒家也应该是清醒了过来,知道张恒被当成了工具人,于是他开始分析如何应对这2000万的欠款。 因为肯定不能说是借的,所以只能说是郑爽给出的离职补偿与劳动要求。 可之前说是借款的聊天记录截图还在郑爽那,于是张家就带着录音笔去郑爽财政。 而此时,郑爽爸妈很有可能没有跟郑爽提前串供,所以在录音中认可了张家10年工资的说法,到后来跟郑爽又达成了一致口径,于是在12月8日就反口咬定,郑爽的本意就是借款。 最后结论就是,郑爽很有可能利用了张恒对于自己的感情设下了2000万的圈套让张恒来钻,张恒家出于反击偷露音频采证,而面对法院判决,张家只能寄希望停下和解。 郑爽不同意,坚决要这2000万,张家于是撕破脸公布了录音,企图用舆论的压力来压垮郑爽。 因为郑爽的老底并不干净,代运的问题就是可以让郑爽打入万劫不复之地的最终手段,郑爽赌的是张家不敢有什么动作,毕竟张恒自己就是代运的一方。 说出来肯定对张家没有什么好处,可张家就是算转了,只代运不遗弃,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顶多是被网友骂而已。 自己又不是混娱乐圈的,曝光的损失一定是郑爽这边大。 于是张家曝光了音频,张恒晒出了博文表示自己要对孩子负责,郑爽全家也如张家所料打入了万劫不复之地。 所以在此时,无论郑爽爸再怎么提这2000万的财产案,郑爽再怎么为自己辩解,想要把张恒再拖下水也无济于事。 因为张恒家的录音是有备而来的,摆明了是要套话的,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想要的话语,而我们在听录音时始终没有听到张恒的表态。 因为张恒早已圆朵他乡,他越不在,郑爽暴露的破债也就越多,郑爽暴露的破债也就越多。 于是看结果,张家赌赢了郑爽原形毕露,满盘结束,代言被撤。 如果不是他设立了2000万的局,逼张家走上绝路,我想,两家断不至于闹得这么绝。 好了,以上就是《东国我无意看到了判决书》之后,对于整起案件的个人猜想,也仅仅是推论,没有事实依据,切莫当真。 也无疑为张恒洗白,张恒参与代运时这辈子都洗不去的污点,是应该口诛笔伐的对象。 我占美收钱,这仅仅是推论,不是真的。 就在我推理的正起劲的时候,一则录音又打乱了我的思绪。 你俩的感情不在了,就孩子送人,他也是希望这个孩子有个好的故事。 因为其实是满足那些没有回到台湾家庭的就是遗憾。 对,然后呢,就是说, 就是这样,我觉得这个错误至少会让,我觉得对方的压力都没有那么大。 因为至少会做了一件好事情。 因为我们肯定会,我们肯定会很大的,还是生的这个大。 就是要做照顾,要让照顾想。 他现在没想法,啊,那我这怎么怎么的,你肩膀啊,入学。 你不用担心的是什么,就是无我们以后还有感情,我们还是可以再要。 包括当时其实我们所有我们的一些受精函都没有用完,就我们还保存了这些东西。 然后要他就是多少钱吧,大概意思是,就是一个,就是他是这样的,你怎么说他病。 因为其实我是这样,我是不想让他就是说,就是我们最好的这个孩子是,我是不想让他就是说,去要这个孩子。 所以我就会有点比较,我说那你出钱吧,我说你多少钱,就是我会有这样的,因为我会觉得这个孩子是一个难点。 这是多么自私且又恐怖的理论。 照这个理论,所有人贩子都是造福于别人的存在。 他们与人贩子区别无非就是买卖与赠语而已。 郑爽的口吻仿佛自己是在做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而已。 但现在的事实是,仅仅是怕疼或者保持身材,郑爽就选择了代孕。 后悔了想遗弃孩子,又企图用交钱来逼迫张红把孩子送走。 而且郑爽还表示,叔叔阿姨你们不用担心,如果我还有跟张红复合的机会, 那我保存的受精卵还有很多,孩子随便要,无非就是在找人代孕的事情了。 这就是郑爽妹子处理事情的方式,孩子不想要送走,想要了找人再代孕。 就是这么简单,最最恐怖的是,她甚至不觉得这么做有什么问题,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这就是郑爽的思维,在场的两家五口人,全员皆恶人。 但罪魁祸首究竟是谁呢?你们觉得呢? 啊,对了,爽子的铁粉们,你们还粉吗? 有好多人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持续盯着郑爽不放,并不是因为郑爽好看,而是这件事的背后,是公众对于代孕问题的关注。 郑爽的孩子究竟从哪里来?郑爽的行为究竟该如何定性?郑爽代孕事件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真相?明星代孕,究竟官方该如何做出怎样的判罚? 所以这并不是一起简单的明星八卦事件,该起事件的背后是涉嫌代孕甚至是遗弃孩子的明星对于国家法律和社会伦理的挑战。 郑爽在不经意间通过明星案例参与讨论,对社会法治文明建设有着间接的促进作用。 人间正道是沧桑,黑的他就是黑的,再怎么着他也白不了,也奉劝那些为郑爽还在洗白的人。 张宏固然可恨该抓,可你们家爽子这次怕是凉透了,接来吧。 郑爽的事情告一段落,但这个结局并不圆满。 我们先说一下郑爽现在的处境,他被各大官媒点名批评,对于那些官媒我就不多说了。 总之,官媒们从人性,伦理道德,法律法规各个角度逐步分析与总结了郑爽代孕事件,很是客观。 对于官媒们的点评,网友们也是普遍表示认同与支持。 大家看我们的节目评论里的盛况,基本也能体会到公众对于郑爽代孕事件有多么的愤怒。 而东郭我想,之所以公众对于郑爽这样的行为愤怒的原因,除了代孕本身的行为之外, 大部分观众对于郑爽长期霸占公共资源也是积怨已久。 郑爽情绪不稳定一条热搜,郑爽直播翻车一条热搜,郑爽吐槽精神又一条热搜,郑爽一条热搜。 就感觉近几年,郑爽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作品却一直在我们眼前晃悠,还是那种掰开你眼,非逼着你看的那种。 就这样郑爽在自己的生命里还一直强调我不想霸占公共资源,你少霸占了吗? 如果是正面的晃悠也行,归咎他还处处给人反面教材。爽言爽语就是代表,你能想象最近我翻译他的话是有多么的痛苦吗? 我人生中第一次用中文翻译中文,还有他糟糕的为人处事,想想当年的花哨二,不提也罢。 当然在这里我们要说的一件事,华鼎奖组委会决定撤销郑爽第十九届华鼎奖中国近现代题材电视剧最佳女演员。 第十三届华鼎奖全国观众最喜爱十佳电视明星荣誉称号,把搬出去的奖收回。 有人说郑爽犯错是该受到惩罚,但是你搬出去的奖再撤回,未免有点不奖无德。 东方我认为某百科对于华鼎奖是怎么介绍的? 华鼎奖前身是中国演艺名人公众形象满一度调查,由天下英才传媒组织。 2007年在调查基础上加入了评选颁奖形式,该奖是一项公众形象方面的荣誉,被誉为老百姓口碑荣誉,主要是为了鼓励全球演艺名人所主办。 鼓舞全球演艺名人的公益和创作精神,从而及此表扬对社会责任有杰出贡献的演艺界人士。 华鼎奖当前包括全球演艺名人公众形象满一度调查,中国电影满一度调查,中国百强电视剧满一度调查。 换而言之,华鼎奖是有艺人公众形象的成分在里面的。 这就很好理解了吧,劣迹艺人已经不符合奖项的初衷了,尤其是像郑爽这么严重的程度,撤奖也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事情。 但是,转折又出现了。近日,郑爽出现在了某卫视某喜剧的节目现场。 当被人问及孩子是否要弃养时,郑爽低头不愉快不走过。 然后,郑爽就在节目里说出了他的退圈声明。 我都不解,真的挺不动的。 但是,一些成功的颜色,没有不让我为大家认识。 这是我变成金钱,所有大家看不到的工作人员和心理,看不到的生活,而不是我一起的。 所以,郑爽鼎呢,感谢这么多年,所有一些拍摄或放合同的医生局,所有的小伙伴, 所有的心情不同的事儿的,但是,应该觉得还挺对视的。 所以,今天,就这样吧,我这个心脑会好,人家的心脑。 人家的心脑会好,人家的心脑。 人家的心脑会好,人家的心脑。 人家的心脑会好,人家的心脑会好。 人家的心脑会好,人家的心脑会好。 人家的心脑会好。 人家的心脑会好,人家的心脑会好。 人家的心脑会好,人家的心脑会好。 人家的心脑會好。 各位,是不是感到哪里奇怪呢? 对的,一个犯了原则性问题的劣机儿艺人。 而且正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上时, 怎么还敢有平台为他提供发言的机会呢 谁啊 头那么铁 啊 原来是反德云联盟台呀 那好吧 该台的骚操作呀 反正也不止这一回了 但是柜台这么一搞 封杀整得像退圈 这合适吗 还让他体面的走 很好笑啊 要知道封杀是什么 是因为你做错了事 强制禁止 退圈是什么呀 我不想干了 我发个声明 我退了 是一个被迫与自愿的差异 你这提供了平台 整得跟郑爽要退圈一样 这合适吗 而且在郑爽发言的时候 台下甚至还出现了 郑爽加油的口号 你加什么油 加油让郑爽处理孩子吗 这不合适 而且我们仔细听 这则声明竟然还用了感人的背景音乐 这是不是也从侧面证明 对于郑爽的这则发言 节目组是事先知道 有准备准许的 就算是突发事件 也没有制止 反而推波助澜 加个BGM感动你 因为音质 我听不出他用的什么音乐 但是柜台这个操作 你是想感动谁 头怎么这么贴呢 这个节目的总负责人 你可以出来聊一下 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吗 可能考虑到这种行为 确实也是不合适的 于是在20日晚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管 重点刊物 广电时评 在公众号上判发文章 凭 郑爽境外代孕 曾欲弃养一世 称代孕不是私事 与法不合 有违社会主义功德 这样的演员 私得有亏 其本人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上的社会功德 示范作用 不会积极正面 我们不会为丑闻劣迹者提供发声露脸的机会和平台 一如既往 坚决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健康向上的银贫生平 官方发声 全面封杀正式开始 请把支持打在公平上 但是节目的最后 我还是想感叹一句 虽然郑爽的问题落下了帷幕 可是喧嚣过后 郑爽的孩子又有什么罪呢 以饱受忠义的方式出生在这个世界 以累赘之名让自己的妈妈嫌弃 甚至打算抛弃 以筹码之名成为了爸爸妈妈谈判的条件 爸爸妈妈做的恶 已经在网络上留下了难以抹灭的痕迹 很难想象 当孩子们知道这些之后 心里究竟会有如何的想法 对呀 我们封杀了郑爽 让丑恶得到了惩罚 可孩子又有什么罪呢